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打造华人品牌 开创两岸未来为主题 深入交换看法 推进合作 来看本栏目出台记者许思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第二届两岸和平创富论坛为期两天 共设置打造华人品牌 两岸金融合作 两岸承设文化营销等主题 邀请两岸产业界人士共聚台北交换意见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波雄在致辞中表示 自己早年曾在金门经历了两岸烽火硝烟的岁月 如今海峡和平趋势已成主流 这对于大陆和台湾人民而言都是得来不易的成就 此外 两岸企业纷纷将本次论坛视为共同创富的平台 作为首家赴台湾投资的大陆企业 福建新大陆集团整合台湾的科技与通路优势 极大提升了企业的实力 面对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油商机 新大陆集团正积极寻求与台湾企业的合作 打造游客信息云端平台 提供购物出行等全方位信息服务 就是跟通讯企业 跟就跟运营商 还有跟旅游的企业 比如说熊市旅游 还跟一些厂家 比如说统一 还有一些就是在台湾 在各个领域里比较有知名度的一些企业 我们呢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这个平台我们是共同打造的 除了电子信息产业之外 来自两岸的文化金融 以及基业制造业者呢 也藉由本次论坛深入的交换意见 希望能够把双方的合作推上新的高度 中南卫司机的许慎台北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12选战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11号国民党首度举行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代选举联合复选汇报 国民党秘书长廖辽宜表示 全力争取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胜选民意机构过半 台湾加油赞执行长金浦聪 则期许辅选干部稳扎稳打 据报道 包括国民党副主席詹春博 政策会执行长林毅士等 都出席了这次复选汇报 还加腰台湾加油赞执行长金浦聪 副执行长罗志强列席 詹春博 金浦聪 廖辽以三名前后任国民党秘书长共聚一堂 针对选情交换意见 廖辽已指出 国民党11月预定成立竞选总部 希望各地方党部竞选办公室与竞选总部紧密结合 未来还将成立北中南竞选总部 以及36至38个后援会 国民党全力拼选战 随着2012选举的临近 台湾小党也要发威 由民进党前民代许荣书成立的所谓人民最大党 也推出所谓的八凤九龙 八位女性九位男性民代人选 不仅这些参选人引人侧目 许荣书提出的证件也是非常的另类 就是希望台湾的每一个人都能当首富王雪红 许荣书找刺客团推出八凤九龙民代人选 受人侧目的是 八凤当中有包括跟台司法机构前官员程仲摩进出宾馆的王美兴 还有涉及恐吓郭台明了张嘉宜 以及传出假学历争议的林真义 许荣书帮林真义解释 却脱口说出那种假学历香港很多 他自己也有 他这个假学历 他是跟我讲 但是香港其实都有很多这种东西 但是敢不敢用而已 像我也有 我也有一个中草药的医生 但我不敢用 许荣书澄清爆料 加码爆更多的料 刺客团第二号人物就是被拍到 跟承重模进出宾馆的王美兴 许荣书帮他解释 越描越黑 上宾馆啊 这个也是有内幕啊 是他本身有很多专利啊 那他不仅是要他的专利 又要他的怎么样 这个 所以他就 这个人众也要A他的专利啊 这个 要人又要专利 对 所以你要请他自己来讲啊 这个我们不能公开讲 说真的 王美兴 张家怡 林真义三位都曾爆出争议话题 人民最大党表示 既然要推出刺客 就要猛一点的刺客 争议人物大集合 人民最大党想要抢攻最大版面 许荣书还说 如果蔡英文找宋楚瑜搭档选2012 他也要宣布参选2012 政见就是要让全民都变成王雪红 我们希望台湾的人民 每一个人都像王雪红 都是守护 我主张人民币 人民币跟台币 一比一可以不可以 再来关注旅游的话题 暑期是旅游的黄金时间 台经纪部门推出OTOP计划 就是一乡镇一特色的旅游路线 以在地特色观光工厂 及特色商圈为主轴 要让民众玩遍台湾 还强调呢 三口之家一起出游 非常的便宜 1000元新台币有找 我们的梦想出发了 一人tomorrow坐上面包车 介绍台湾的特色景点 来到南投埔里一家首创馆 这里有许多用纸张做成的可爱娃娃 老鼠花盘连椅子都是纸做的 现代造纸过程在这里一览无遗 台经纪部门和多家旅行者合作 将地方产业转化成特色 变成旅游景点 一二三一 台经纪部门希望利用观光 带动产业的发展 台湾从北到南规划了15条产业观光路线 像是到南投可以走进普里小镇 到职场亲自体验植卷艺术 再到养风场了解蜜蜂的生长过程 当局规划低价旅游 标榜三口指甲出游 不用1000元新台币 要让民众玩得更深入 台当局和民间合力 帮助传统产业转型 从107家观光工厂 120多个商圈 以及200多个地方特色产品店中 规划旅游路线 让民众不用花大钱 就能在全台到处玩 台湾台东可以说是运动爱好者的度假胜地 民众除了可以到海边冲浪浮浮浅 搭乘热气球之外 10月那里还将举办4300页的豪华超跑假期 到时候封闭式的拉力汽车赛 能让您尽情的试驾 满足男人驾驭的梦想 引擎声哄哄作响 台东县长黄建廷试乘百万跑车 只剩暖身的速度 就让县长大喊刺激 自己试驾更是过瘾 第一次开这个手牌的 我跟你讲 我有甩到尾巴 有吗 但是也熄火了一次 完成男人的梦想 完成男人的梦想 满足男人驾驭的梦想 台东11月将举办豪华超跑假期 武功请专业封闭式拉力赛道 并提供最古老的到最新的全系列跑车 不只吸引台湾的专业车手 更向海外车手招手 到台东观光 学习超跑活动的人 可以知道我们挺着必要 他可以学习以后 可以领到英国FAI 这个国际赛车联盟的毕业证书 那么也可以得到我们的纪念状 那么也可以来欣赏这好山好水 台东的好山好水 除了天上飞的热气球 海洋冲浪现在又多了超跑假期 县长亲自试驾 要帮台东打造成运动观光的度假胜利 出门旅游的玩法很多 接下来呢 我们带您到云林走一走 您可以到谷坑的咖啡店 品咖啡 玩咖啡 而且还能去斗六 进行山野训练 挑战高空垂降 高空绳索 非常的刺激有趣 我做得到 好 做 虚异棒 虚异乐 加油 你能有教育鬼快一点 国小六年级学生挑战走高空绳索 有少女生怕的不敢再往前 一步一步了 教下去怎么办 教下去这个绑住 你再爬起来就好 OK OK 我女儿是最棒的 妈妈和教练不断鼓励 女学生勉强走上绳索 好不容易走到对岸 鼓起勇气 围城 再挑战 双绳索 妈妈看着女儿 骄傲的红了眼眶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我们实地来体验 轻松走上绳索 站在四层楼高 一个人走的时候不害怕 但战友陆续走上来 绳索开始剧烈摇晃 后面的不要动了 其实冒险挑战就是 潜能激发 因为我们也慢慢 每个人都有统统感 统统来自哪里 来自自己的内心 你要想办法去挑战 突破 耶 终于到了 大人小孩找齐十个人 就能到这个训练中心 挑战极限 但极限在哪 没人知道 有看过特种部队的 高空垂降吗 在这里 你可以自己来体验 从六层楼高 一跃而下 不止大人能挑战 小朋友戴上头盔 跟着教练指示 也能学蜘蛛人 攀抢垂降 说我做到了 我知道了 好来 小朋友玩得欲罢不能 勇敢挑战进阶板 甚至用倒挂 经购方式垂降 动作都快比专业 救难人员还标准了 玩累了 从斗六出发到 隔壁的谷坑乡 体验慢活 在这里 两旁种植的都是 五十年以上的 老藏芒果树 绿印碧天 形成一条 两公里长的 绿色隧道 经过谷坑 绿色隧道 别忘了放慢脚步 赏花 发呆 旁边还有摊贩 不怕饿肚子 再往山里走 不到半小时 进入大华山地区 最高处 玩咖啡 谷坑咖啡 不只能让客人喝 最棒的是 你点的咖啡 还能自己拉花 竹签或是棒子 把它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它的美感就跑出来 就可以用很简单的 一个图形 然后勾勒出来一个 非常漂亮的 一个图案出来 在咖啡杯用奶泡 轻轻点出一圈爱心 再拿棒子左右 各拉出一条弧线 这一杯是 专属自己的情人咖啡 成功 带着自己完成的 拉花咖啡 走进庭园 远眺山景 品咖啡 赏山栏 旁边还有一棵 咖啡树作伴 老鹰似乎闻香而来 在天空乘风翱翔 咖啡也能入菜 咖啡凉笋 咖啡饭饼 百香果咖啡沙拉 酥炸过猫咖啡酱 果坑咖啡香 交织出人文 和美食饗宴 好的各位 下面是正和肥业 下节提示 一段稿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 海峡五报 开摩托车广告 相互较劲 夏亚轩 蔡依林 吸睛大补厅 台中少女 引领扑街风潮 指导50人 拍新型扑街照 我们希望就可以 通过扑街方式 让大家认识 台湾更多更美好 对安全帽 冲第一 台北漫画博览会 低调歌受关注 相片内容 稍后松上 好的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由台湾艺人 萧亚轩代言的 摩托车广告 进来在台湾电视上 强力的放送 在台湾呢 摩托车往往 被说成是机车 有人就盯上了 机车广告 拿萧亚轩的作品 和蔡依林 肖敬腾和派的 机车广告 相互PK 发现两位天后的 薪酬价码差不多 不过萧亚轩的 吸睛功力 似乎是更高一筹 一身帅气的黑色 装扮在机车旁 载个载舞 这是萧亚轩 新拍的机车广告 就有人拿来 跟这支广告 互相较劲 最新时尚 接下来怎么走 波西米亚 请来蔡依林 跟萧敬腾 两大艺人 攜手合拍机车广告 一推出 就相当吸睛 两支广告来比一比 萧亚轩 艺人独挑大梁 PK蔡依林 跟萧敬腾的 机车广告 一样是在室内的 舞台上拍摄 价码差不多 约为八百万左右 两边势均力敌 不过 萧亚轩 今年光是上半年度 就已经接了 七支广告 还有 三十年的商业 演出 替自己的荷包 赚近约一亿七千万台币 这回台组 一条大梁拍机车广告 虽然被拿来 跟蔡依林 肖敬腾PK 但人气可是 一点都不输人 眼下网络发达 即使不是明星 也能走红 还记得台湾的 扑街少女吗 他们用扑倒街头的方式 来介绍景点 这种行为艺术 是引发了网友 相当大的关注 这两名少女 也是因此走红网络 现在呢 这两人已经拥有了 十一万粉丝 十一号下午 两个人到台中 指导五十位粉丝 拍出爱心字样的扑街照 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关注 五十位扑街少女的粉丝 齐聚百货公司广场前 要挑战英文字母I 以及爱心字样的扑街照 三二一 扑街照 粉丝同时趴在地上 双手紧贴大腿 全身僵硬 还有人伸直双手 一动也不动 知道他们拍出扑街照的 就是网路上知名的扑街少女 两个人头戴小圆帽 背着红色小书包 一身招牌服装亮相 亲自传授拍扑街照的秘诀 身体挺直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手要病龙 第三个就是 那个腰跟腹部 还有大腿要用力 扑街少女掀起扑街风潮 这种颠覆传统的拍照方式 让他们在网路上爆红 我们希望就可以 透过扑街的方式 让大家认识台湾 更多更美好的地方 两个人在部落格上 分享各地拍的扑街照 其中最让粉丝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日本拍的这张 它是一个羊驼的饲养潮 然后很有趣 是因为刚好整个人 就是可以塞在里面 它旁边还有羊驼在吃潮这样 扑街少女走到哪都不忘拍扑街照 网路粉丝人数高达11万 不然看出他们的超高人气 出席扑街活动 果然吸引大批粉丝 有人喜欢扑街 有的人则是喜欢动漫 11号暑假一年一度的 台北漫画博览会开跑 为了买到漫画家限量的签名组 有粉丝十几天前就来排队 其中一位低调歌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为什么低调还引人注目呢 因为他戴上了一顶安全帽 跑跑跑一开门疯狂卖迷 就用百米速度向前冲 排队抢买限量商品 完全不顾工作人员警告 按照正确排队 挡不住人拉倒整排栏杆 粉丝闯过违线 这边钻那边挤乱了秩序 摊位上大牌长龙 卖迷击爆 都是为了买到限量 千名组还多了个低调歌 戴着安全帽全场乱冲 格外引人瞩目 甚至也是十几天前就来排队 大战安全吗 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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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低调 没有那个 比较不需要张扬这样子 没有因为这样比较安全 冲第一格的时候 这样子比较不会出意外 本次抢买艺人首爆两大盒 都是日本知名漫画的限量商品 推出250组瞬间秒杀 台湾任门作家也不输正 首次推出中边商品 卖民们大把抓 毫不手软 最夯的还是限量千名组 想到的学生嗨翻天 漫博会上万人几进会场 万头钻洞 学习不通 尽管三道走不过去 热到翻 还是有民众不怕排队 也看得出粉丝对漫画的疯狂热情 台湾民众喜欢看韩剧和日剧 眼下超现实题材的连续剧 似乎是越来越受到欢迎 像是最近在台湾热营的韩剧秘密花园 男女主角呢 相互的交换灵魂 还有描述未来医生的日剧 人医都是有不错的收视率 这种超现实的剧情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欢迎 台湾的心理医师分析 这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生活的苦闷 透过有想象空间的情节 能够得到一些的安慰 男主角玄冰宁宁愿舍弃生命 妖与生爱的女主角交换灵魂 韩剧秘密花园出现超现实的情节 催泪也催收视率 平常平均都有1 演到灵魂交换的时候收视率更飙到1.9 韩国超现实的电视剧台湾正航 韩剧我的女友是九尾狐 女主角就是只狐狸 跟人类谈恋爱 最后还感动神仙 让友情人忠诚眷属 同样收视不俗 韩剧这样超乎现实的情节越来越多 韩剧其实很多都是那种时装的爱情戏 或者是很多家庭的婆妈戏 对于韩国来讲 他们现在也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不一样的题材 日剧人一也超现实 因为剧中的医生是来自未来 还带了钢笔 看着古代人都傻眼 生病了还会日子点滴 但这些事情有些根本就是凭空想象 自己心情快乐一点 所以它会让人家可以有减轻痛 然后才会逃避现实的好处 超现实电视剧不符合场里的戏剧效果 或许无形中也让观众有了离开现实苦闷 有更多想象空间的可能 观众看了开心 医生说只要不沉迷也五常大牙 好的 下面是郑和肥业下节提示 一段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 好的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在台湾夜市可以说是一块最出名的招牌 也是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必逛的地方 像是台北的士林夜市 台中的冯甲夜市更是天天人气爆棚 如今聪明的台湾饮食业者 将这块金子的招牌 带到了北京的前门大街 上个月15号 第一届前门台湾夜市开幕 时隔将近一个月 北京的台湾夜市究竟人气如何呢 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一看 装饰一新的天灯广场 造型抢眼的布袋木偶 还有阿里山神木森林小火车 丰富的台湾元素 装点着古老前门的夜晚 更让涌动的人潮 仿佛置身台湾逛夜市 就是听说这边前门大街很热闹 还有还有那个台北夜市 有很多小吃 然后就慕名过来的 我们前天也来过一次 今天是第二次来 服饰旅游纪念文创礼品 各色台湾商品在夜市上都能找得到 而最最诱人的就当属台湾小吃了 各色美食 让年初曾经有些寂寞的美食老街 变了模样 生意非常火啊 你看人潮就知道了 7月15号开始做台湾夜市 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潮 之前的话 我们大概一天 大概最多最多也就八九千人吧 我们上周 上上周 就是我们上上周限流那一天 大概一天 大概来了将近五万人 街区管理方表示 夜市的开张时 台湾街半个月内的销售额 已经接近之前半年销售额的四分之一 所以他们也在计划扩大规模增加摊位 并在本月趁势推出台湾啤酒节 中秋节就快到了 美味的月饼又要开始攻占我们的味蕾了 可月饼的热量非常的可观 让很多人是又爱又恨 最近呢 台湾举办了一场大麦料理创意大赛 有选手就推出了大麦月饼 主打高鲜低汁 号称吃了不会发胖 大麦月饼不但重视口感 更注重养生 桌上让人垂涎一滴的各式甜品 都是各路高手研发的大麦点心 桂圆蛋糕 巧克力蛋糕 也都是由大麦制成 因此脂肪含量都比其他苦物要低 养生也要多样性 三赛者卧虎藏龙 有的是餐饮业的学生 有的是念小区大学的婆婆妈妈 制作出圆敦敦的大麦圆形馒头 这款五颜六色的饭团 取名宝岛饭团 也在料理整把站中脱颖而出 一般人的印象当中 竹子都是细长的 而笋子呢 大约也只是四五十公分高 但是在台湾的南头 有一处巨竹林 每一颗竹子都比一般的成年人的腰还要粗 而且呢 就连笋子都是高达两米多 这样的巨型笋子 把小朋友吓得是当场大哭起来 小朋友被抱进竹林里 第一时间却娃娃大哭 原来他被身边的这些竹子吓到了 仔细看整片竹林 竹子又高又粗 地上的竹笋也比孩子高了好几倍 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置身于巨竹林里 画面看起来真的很突兀 拿尺出来量一量 一般笋子大约只有四五十公分高 但这颗竹笋竟然高达两百一十公分 足足比旁边的男生还高了四十公分 竹笋高的下人 再仔细测量圆周 最大值达九十公分 但这些笋子到底能不能吃 有竹来试试看看 然后当然口感 不见得每一竹都是那么好吃 然后口感有时候有粗有嫩 雷尸所人员说 这种竹子称为巨竹 是外来种 雷尸所从非洲引进 先在高雄六归市种 后来又分株到南投莲华池种植 作为研究使用 经过多年的栽培管理 长得越来越高壮 每一颗几乎都比一般成人的腰还要粗壮 也形成特殊的株林景观 好的各位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了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十二点整 更多两岸资讯 请关注东南卫师晚间十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再会 请关注东南卫师晚间